第十二课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记者 课文一 今天有家互联网公司来学校招聘 工资、奖金都很高 很多人都去排队报名了 听说只有1%的人可能被选上 竞争这么激烈 互联网公司的收入虽然很高 但是经常加班工作压力特别大 说真的 我不喜欢那样的工作 你理想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在我看来 工作是否理想要考虑两个条件 首先要看是不是自己感兴趣的 其次才是收入高不高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记者 当记者也很辛苦的 要到处出差 经常加班 而且天天写文章压力也很大的 对我来说 加班、出差都不是问题 写文章就是我的爱好 另外 当记者最大的一个好处是 工作时间比较自由 我不喜欢按时上下班 每天早起 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压力 照你这么说 当记者确实适合你 今天有家互联网公司来学校招聘 工资、奖金都很高 很多人都去排队报名了 听说只有1%的人可能被选上 竞争这么激烈 互联网公司的收入虽然很高 但是经常加班 工作压力特别大 说真的 我不喜欢那样的工作 你理想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在我看来 工作是否理想要考虑两个条件 首先要看是不是自己感兴趣的 其次才是收入高不高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记者 当记者也很辛苦的 要到处出差 经常加班 而且天天写文章 压力也很大的 对我来说 加班、出差都不是问题 写文章就是我的爱好 另外 当记者最大的一个好处是 工作时间比较自由 我不喜欢按时上下班 每天早起 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压力 照你这么说 当记者确实适合你 课文一 课文一 招片 公司招片 工资 工资高 工资低 这个公司的工资很高 排队 排队 很多人排队买票 收入 包括工资、奖金 收入很高 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收入很高 在 看来 意思是 认为 觉得 表达一个人的看法 在我看来 这件事不太难 在父母看来 孩子的身体健康最重要 在学生看来 学习是最重要的事 在老人看来 健康是最重要的事 是否 下面我们看看 是否的用法 是否的意思 是不是 常用于书面 可以用在问句里 明天的会 他是否来参加 你是否同意我的想法 是否 也可用在宾语小句 或竹语小句中 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我的想法 假期是否去旅行 我还没有决定 首先 其次 下面我们看看 首先 其次的用法 首先 其次 表示事情或事项的次序 买东西 首先看东西的质量 其次是价格 请你们用 首先 其次 来回答问题 怎样才能提高学习成绩 学习 首先要 有好的方法 其次是 努力 当 我想当老师 当医生 当记者 到处 每个地方 常常和 都 一起使用 今天周六 公园里 到处 都是人 桌子上 椅子上 到处 都放着书 沙滩上 到处 都是贝壳 按时 按照规定的时间 做事 医生 让我按时 吃药 小孩子 要按时 睡觉 按时 完成 作业 照 根据 依照 你们照我说的去做 照你这么说 以后 没人愿意做好事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 有家互联网公司来学校招聘 工资 奖金都很高 很多人都去排队报名了 听说 只有1%的人 可能被选上 你理想的工作 是什么样的 当记者也很辛苦的 要到处出差 经常加班 而且天天写文章 压力也很大的 照你这么说 当记者 确实适合你 竞争这么激烈 互联网公司的收入 虽然很高 但是经常加班 工作压力特别大 说真的 我不喜欢那样的工作 在我看来 工作是否理想 要考虑两个条件 首先要看 是不是自己感兴趣的 其次才是收入高不高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记者 对我来说 加班 出差 都不是问题 写文章 就是我的爱好 另外 当记者 最大的一个好处是 工作时间比较自由 我不喜欢 按时上下班 每天早起 对我来说 是最大的压力 然后再次 什么样的工作是好工作? 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回答 很多人想找一个收入高的工作 现在很多人想在互联网公司工作 工资、奖金都很高 但是压力也大 也有人希望找一个没有压力的工作 收入多少没有关系 在我看来 工作是否理想要考虑两个条件 首先要看是不是自己感兴趣的 其次才是收入高不高 做不喜欢的事情 即使收入很高也没有意思 我想当一个记者 可能要出差 天天写文章会很辛苦 压力也很大 但是因为我喜欢 这些辛苦和压力都不是问题 还有记者不用按时上班下班 我不喜欢早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